很多民調不一定跟 每這個顯示的這個效果都跟 特別的民調一致 民調要取其一致性 所以民調是拿來參考的 真正的民調是11月27 那是最重要的一個民調 我覺得你的問題當中好像 覺得我沒有走偷偷 我上班就沒有走偷偷 那我好好上班 台中市的民調應該很高 那在一個特定的民調當中 其狀況並不是這個樣 我利用週末跑 我都在台中縣 越來增加我領先的幅度 那所以我會針對一些特定的民調 去好好的思考 但是我要講一句話 為了選舉就不上班 我不是針對任何人攻擊 你覺得好嗎 你覺得選民會選一個 為了自己的利益或選舉的利益 或為了選票 就不去上班 這種人 你敢愛他來做你的指定 對不對 到現在為止 我也講一句實話 陳局沒有請假 好了我也沒有請假 我也不會這麼快請假 我會努力去爭取啊 跑 大家都在跑 600場 你怎麼知道我跑的不止600場 我沒有在講而已啊 我每次在領先的時候的民調 9月初的民調 在另外一個電視裡面 我是領先20%啊 對不對 市的領先度超過縣的領先度啊 也不要為了任何一個單一民調 就正腳大亂 失去信心吧 我也不是說我有必贏的信心 我有權利爭取勝選的信心